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光局长以及好几位热爱高雄的人士 谈一谈高雄真的变了吗 我们的策略就是打开门 每一个名人都想要来帮高雄做事 那我们真的有看到一天半的时间 人流化成金流的一个围里在 我跟你讲 韩冰来 我们又是买耳环那件事情 哇 那不得了 那个从哪里冒出来的 韩冬不需要从哪里冒出来 就吓死我们了 各个都市行销里面这么短的时间 对于这么大的效果 我觉得到是非常成功的 数大招风 涨十块钱 就成了全国媒体追踪的 我们都招架不住 我跟市长的默契其实很好 他当选的过程里头是一个 中年事业大叔的逆袭成功 他其实这个心理学上 很多的企业家一定要韩国瑜来 才要谈投资 所以他必须要花很多力气 很多力去做这些公共关系 他有没有抱怨 没有抱怨 因为这是欢喜做该学兽 而且他失业时几年 有什么好抱怨的 今天来了我们高雄的贵宾 当然高雄现在是火热火热 而且高雄就是要发财 所以今天我们准备了特别的汤 叫做发富汤 福菜加上猪肉 祝福高雄大发大富 来来来 我请两位 今天除了潘局长 潘红继 潘局长之外 我们也请到了好几位 都是高雄在地的人 我们想谈谈这个高雄 到底变了多少 我想变化最大的是 高雄新闻今天每天都是 不得了的摆灭 我的感觉就是 从媒体的角度来看 真的是高雄新闻 真的是过去二十年 大家都没有这种盛况 现在几乎每天都是 高雄的重点新闻 高雄的所有东西 你们三位来告诉我们一下 你们觉得高雄变了什么 在这段过程中 李先生你做的算是工艺事业 是 你觉得高雄变了什么 我在高雄这么长的时间 其实高雄前段时间 对于观光或是外部投资 这件事情是很缺乏的 尤其在高雄 在这个重要的干道上 不管是大型的中正路 中山路也好 这个两边店面控制度是蛮高的 前段时间 不过最近像我们去骑津好了 我们平常下午去骑津是 完全没什么人可以吃饭很轻松的地方 像一去人山人海 吓到了 在平日 这是会吓死人的 因为你这个地方开车进去 是很轻松的 结果发现没办法要不行了 在平日可以这么多观光客 这是一个在地的人 应该可能到很明显的改善 或是不管是博尔特区也好 或是台湾的六合夜市 是许多人出来了 还有很多外地的人来 我觉得很明显是外地人 因为他们拿到旗子 导游的那种旗子 在地人怎么可能拿旗子 去高雄现在好像变成一种潮流 好像观光客来台湾 不来高雄就 满夯的一件事 去高雄看看 然后去高雄吃点什么 去高雄做点什么 甚至去高雄看看爱河那个桥要盖哪里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讲说 在韩国瑜市长 他当选的过程里头 是一个中年事业大叔的逆袭成功 他其实这个心理学上 每一季都是标题 这个心理学上给很多中年男子激励 还有中年男子激励的他的妻女 所以我们在发现说 韩国瑜的支持者里头 中年男子 对中年事业大叔的逆袭成功 这个故事其实感动了 而且韩国瑜他曾经有成绩十多年 他跟我们一般的政治人物一帆风顺 像马英九这种俊美的外表 以一帆风顺的过程不一样 韩国瑜是有人生故事的人 所以你会觉得他很有人味 张国瑜你是在六月夜市的 今天我们带来的 这是六月夜市的吗 特别特别特别 这是我们六月市最夯的 最夯的 昨天晚上 这个是乌鱼键 乌鱼键 那么每一条乌鱼就是一个而已 这个键是一个 那么我们的六月市这个乌鱼键 已经在50年了 那这个大概以目前来讲 是刚好季节 是季节性 但是在六月市如果是平日的话 你都可以知道 乌鱼有季节性了 但是我们六月市乌鱼是前年都有 前年都有 因为这个乌鱼 最近这个乌鱼市场或六合夜市 你觉得有变化了吗 有变化 我这样简单来讲 用一个指数来讲 我们有游客中心 我们在六月市有游客中心 我在游客中心 那个游客多的时候 因为所有游软车一定要停在我们的游客中心 下面下乘客 多的时候我们是游软车是一步接 屁股这样接一步 这样一直进来一直下乘客 然后再开走这样 那前两年是已经剩下一天 大概三四十步 之前最高峰一天一百多步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夜市这两三年来很多 那个生意下降以后 很多摊子就空出来了 空出来 好那这几个月有变了吗 都租了 都租了 有人了 都租出去了 浏览车回来了几步了呢 我跟你讲 我估计大概现在四五十步 有五六十步 但是我们知道最高峰 不是现在农历年过后会再次高峰 你有没有听这些游客 你有没有问他 你们为什么回来 你有没有问过他们 因为就像刚刚讲 那个现在的新闻是每天打开 铺天盖地都是高雄 那我现在想一定很多人 有一段时间没有来 他想来看看 看看这段时间本来要旅游 就绕去高雄看一看 有些也许就经过 就到台东去了 那现在高雄住一夜 所以这个新闻的热度 还是很重要 很重要 它像一个吸引力 把你吸去 很重要 所以你看到了这个变化 我们是坦白讲 是非常感谢这样媒体的关注 但是我们有怕受伤害 因为 伤害什么 等一下要问你 陈小姐 您是在旅馆业者 对对对 而且您过去也在媒体服务过 对对对对 你看到什么变化 在你的行业里面 是当然改变了 因为夜市人多了 马路人多了 旅馆的人 住客也变多了 我们五星级饭店在上个月 十二月份的住房率 以我们饭店来讲是八成四 那尤其是在这个韩市长就职 到这个跨年远旦 这段时间是满房 一屋难求 一房难求 参加的宾客还不走 是 他们就是要来看 来参加这样的一个盛典 然后来看看高雄的变化 我说我讲 这个数字跟一年前比较差别是很大的 当然当然 我其实进饭店才半年了 但是在去年的上半年 饭店也普遍是处于很艰困的环境 而且是创 住房率是创七年来最低的 所以可是在十一十二月份 就是整个住房率往上 你们对后市人还是看 更加看好吗 当然其实除了这个寒流发威之外 当然那个中央的住房补贴的 这个政策还是有奏效 那在一月份这个 住房的补贴 他交通费没有补住 所以现在的住房率稍有回溫 所以现在去高雄的人 不是只是单日课 过夜课也开始很多 有有有 有多 所以你们三位看到都是高雄的变化 不过我们大家都是公推一个因素 高雄的新闻变多了是很重要的 高雄新闻变多了 我要问局长了 你是做好功课 还是已经有一套副案 就开始一个一个推出来 这些你的计划 其实我们在竞选的时候 所要做的事情都在竞选的时候 有铺梗 有预告了 其实包括余光中 包括凤飞飞 这些元素 其实韩国瑜在选举的时候 在电台打的歌 就是凤飞飞的好好爱我 这个我又代表韩国瑜本人 我也代表高雄就好好爱韩国瑜好好爱高雄 余光中在他的生日的纪念日的时候 我们本来就要办纪念会 本来是千人朗读 因为我们有试着把这个城市的几张风景 明信片永恒的记忆的人民都找出来 就包括像邓丽君 邓丽君最有名的一首歌 袁湘人是美农的作家钟礼盒的作品 然后凤飞飞是最爱最爱高雄的 他每一次的演唱会 从2003年的演唱会 他都是以高雄为起点 他最后因为得了癌症 取消的演唱会是在高雄巨蛋 还有邓丽君跟凤飞飞 都是在那个年代里头 大家最喜欢的全年龄层 这些历史你都去考据过了 不只我考据 韩国瑜也很喜欢这些人 所以是韩总记本身 跟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这些都是对他来讲 也是对高雄来说是生命的符号 包括像诸葛亮 大家可能不知道他是左营人 他发迹的蓝宝石就在高雄 所以我们这次高雄灯会 特别做了一个怀念蓝宝石大科丁的一个系列 所以以名人来作为一个都市形象的行销 这是在选前就已经确定好了 是的 其实我们 这就像台北市有豫阳专案 他把云门像 他把新舞台像 他把汉深像 一些文化地标当作是地名 而我们当时其实想要做的 就是把这些值得记忆的人们 不会因为你离开了多久 我们就忘记你 这也表示韩国瑜的重情重义的性格 对 所以我们在这些 其实在选举的期间 这些都已经在我们的脑海中了 所以这些点子 第一个你说这是在选前都你有想过 是 是整套的 OK 是不是都来自于你 我们的策略就是打开门 每一个名人都想要来帮高雄做事 就像琼瑶愿意来当无几职的最高爱情的顾问 你手上现在还没有什么秘密王牌 没有宣布的 可以宣布一个 我们有蛮多王牌 我再跟你分享一个 你要知道有一个台湾媳妇是日本人 他的老公是高雄人 也谈好了 那我跟你求证一下阿诺的事情 阿诺史瓦辛格的事情 这究竟是有其事还只是在酝酿阶段 所以你这些点子 第一个你说这是在选前都你有想过 是 是整套的 OK 是不是都来自于你 大部分来自于我 我们也有在团队里头有一些小朋友 大家brainstorming 大家订出来的策略 好 那这些策略有没有在选后 你即兴又想出来的新点子 其实没有 我们其实在上任前 我们就已经准备好了三个月之内 要做哪些事情 所以我们按表操课 一月三号因为是凤飞飞过世的日子 所以我们在一月号抛出名人纪念日 那一次你当然就一次公布 一整年要做的 那包括像一生一世 是我们在十号的时候 就会公布今年一系列要做的一生一世 这些问题这些点的好处是说 我们抛议题不需要花钱 你不用找代言人 你不用去花大钱去找明星 我们因为打头炮的这几个明星 他都不拿钱来 包括今天早上最新跟吴中宪也谈好了 那我跟你求证一下 阿诺的事情 阿诺史瓦辛格的事情 这究竟是有其事 还只是在酝酿阶段 这个是我们有透过公关公司去签了保密条款 的确是有邀约 那那个就要花钱了 那个东西其实是这样 他来的是公益演讲是企业sponsor 就是有一些的费用 我们是让企业 因为他包括他是用基金会的名义来邀请 只是他申请 我们希望他所在的地点是在高雄 所以其实缤分好几条路 高雄其实就像刚才我们说的 他非常需要曝光 他难得久久台湾人都说 卡尾的保障 高雄在南台湾 但是现在整个城市扭转了 就是南方崛起了以后 我们不是只有高雄带动 我们把屏东台南嘉义台东 都包进来南方的这个策略联盟里头 所以很多的其他县市 要我们一起做观光整合的 我们也一起火力全开 然后把它并个联盟 班局长如果你现在去参加一个全省的各县市或者六都的观光局长的座谈会 大概充满投射你身上的都是忌妒的眼光 会不会 不会啦 因为基本上我们的光会跟别人分享 你先告诉我们这一切 你的战略思考就是什么 或者你韩市长的战略思考是什么 你现在看到都是打很多名人牌 对 究竟你的战略思考是什么 我们的战略思考很简单 其实就是我们想要营造高雄非常的热闹 所有的因为广州四方客 我们的策略就是打开门 每一个名人都想要来帮高雄做事 就像琼瑶愿意来当无几职的最高爱情的顾问 打琼瑶这张牌 你就打了两岸三地亚洲牌 他是这五十年来跟金庸一样一文一武 他是最懂谈情说爱的作家 所以你知道像琼瑶我们一公布的话 好多大陆媒体都蜂拥要来高雄做采访 这就是我们要的效益 你手上现在还没有什么秘密王牌 没有宣布的 我们有蛮多王牌 我再跟你分享一个最红的 我们要去日本旅游 我们一定要打日本牌 你要知道有一个台湾媳妇是日本人 他的老公是高雄人 很帅 我猜不猜 江洪杰 福元爱 对 他们是高雄籍的 他们是高雄籍 所以像这样子的有地缘关系的 所以现在是高雄乡亲大规队 对 高雄名人大规队 对 吴宗宪 他是台南出生 可是他在高雄成长 所以我们对他用 乡亲的呼喚的时候 他就有打动他的心 然后所以他就 这就是天作之和 你为三位听了觉得怎么样 不可思议 坦白讲我 我对潘局长 他在这么短时间 他在讲述这么多名人 我们都还有是不知道 所以这个是政治 人家点子王 就是点子王 徐晓杰 其实我觉得 他把高雄的能见度提到最高 那他的热点也提到最大 但是相对的我比较问题 李先生 我们也看到有些负面的讨论 批判他 包括对他个人的 比如说高雄新闻 最近在行销 他还是行销高雄 然后有些 对于这个代言人的年龄 也有也有意见 也有这个意见 你怎么看这些所谓的 负面的评论 是一个必然 还是你觉得这个无口后悔 首先我们市长跟事务团队上任 才这么短的时间 很多人说 那因为要看到什么成绩 或什么 我说这是不太合理的要求 因为韩社长的个性 他是一种CEO的个性 CEO的个性就是 我希望公司有很多的愿景 我们是不是可以来触发一个 新的产品 新的行销方式 可是当这好的意见提出来的时候 跟实行中间是有一段时间的 是不是可以实行 是不是能够探讨 那很多网友就立刻针对 这件事情的负面 然后开始去加油添出 我觉得这个对市府团队是不公平的 但是这些意见有没有它的价值 有没有它的理由 有没有它的存在的 你觉得看到的这些意见当中 有没有值得可以接近的呢 因为我应该说世界上的行销 吃这个方式 应该没有一种行销方式一定是完美的 可能你找年轻人代言有年轻的市场 那你找一些长辈代言有长辈的市场 我们高雄一到五的时间是确实是缺少 这些外部的官客来这边走动 那如果我们可以带动更多的长辈 尤其是比如说他如果一样的时间 不要到国外 他可以来台湾南部走走 像高铁这么方便 这样的情况下可以带动更多人来 怀念一下在地 但无可否认在这么短时间内 带来这么大的一个效果 这倒是很少见的 在台湾的各个都市行销里面 这么短时间 累积这么大的效果 左月倒是真的是一个很少见的一个例子 是非常成功的 在地人来看的话是非常成功的 你自己觉得成功吗 我其实不会去探讨成功不成功 但是如果我们检验成功 需要一些数字做基础 以十二月跟一月的住房率 的确我们的这样的宣传 是有达到吸睛的效果 因为各大饭店大概都创了 开幕以来有史以来的最高的住房率 那包括以成长来讲 大概都是成长二十趴左右 没有加入暖冬专案的 没有拿观光局补助的 即便像五星级的英迪格酒店 他大概成长这个月 上个月都有八十五趴的住房率 大概也是成长二十趴左右 所以我们从你会发现说 我们目前观光局在做的是整合 所有饭店业者 所以像我们做爱河的行销 我们就不是一家一家 我们是整合整个爱河串的饭店 然后主题的行销 我们整合所有的饭店 像我们办乌鱼子的酌酒大赛 我们就是整合所有的饭店 然后去带动每个月的主题 台市长对你的点子 他到目前有没有跟你自己 讨论过或者 我跟市长的默契其实很好 我们从选举的 默契 对默契很好 我们在选举过程里头 我们两个就不会 互相不会啰嗦 我对他不啰嗦 他对我也不会啰嗦 那就是表示我们两个人 互相都懂得对方的策略 所以到现在来讲 一切的策略他都没有啰嗦过 没有啰嗦过 也没有不认同过 对他也没有叫我刹车过 所以他算是一个 他知道我的个性还蛮放手让我做的 对然后冷泉跟温泉的议题 他也知道我是对的 他也没有怀疑过我 高雄真的有冷泉 对这对一个老板来讲 是非常难的 那你自己呢 你自己看一些 这个所谓的外界的东西 这些意见 你也不会对你在造成 我会把别人的批评跟诅咒 当作是鞭炮神跟烟火 因为 你的脚话跟韩市长越来越像 没有 有其事必有其图 没有有其老板必有其属下 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我们比较清楚 我们的战略目标 跟设定的议题 就以冷泉跟热泉 这件事情来讲 大概没有 没有人像我这么了解高雄 高雄在一九三零年 日本人时代 就盖了日本大浴场 日本大浴场 就是取自于柴山的冷泉 在冬天的时候 他必须加热 才能够变温泉 或所谓的热泉 那在日去时代的时候 这家温泉旅馆暂停了 他曾经还是高雄的日剧时代的巴警 可是国民政府来了以后 不会去宣扬这段历史 所以这段历史 就是只有少数的史学家能够知道 所以我非常有把握 当他打我那个议题的时候 我不用急 我先让他打 下个礼拜我再大复活就好了 我也注意到这次去跟琼瑶女士拜访的时候 韩冰也在 对 他对你的工作 有没有带来一些注意的点子 我跟你讲 韩冰来我们又是买耳环那件事情 那次就吓到了 就吓到了 怎么吓到 那不得了 那个从哪里冒出来的 韩冰不需要从哪里冒出来 就吓死我们了 韩冰是一个无孔不入 他无所不在的 就是他底下的那些漂亮的小编门 都是他一手打点 所以他才是真正的空战的最后的指挥官 你只是在前面 你是那个执行任务 没有没有 我跟他两个分别 有日班跟夜班这样子 日间部跟夜间部 对 我也注意到这次去跟琼瑶女士拜访的时候 韩冰也在 对 他对你的工作有没有带来一些注意的点子 有 基本上韩冰跟我们 因为我们都是负责空军的部分 所以基本上他底下的那些漂亮的小编们 都是我们 你要知道现在是一个颜值取胜的年代 所以我们为了要吸引一些少男的票 跟一些中产阶级的票 我们一定是派颜值好的美女小编上阵 所以容貌真的是很重要的 那回到讲说琼瑶阿姨写的这个天作之和 我觉得他真的很爱高雄 要不然其实以他已经是封闭 他已经不想再动脑跟动笔写了 他为了高雄 愿意再写这个天作之和 这个电影剧本 这是非常难得 所以韩冰有什么点子 在这次我们看到了吗 或者哪些是来自于他的一些 韩冰是一个无孔不入 他无所不在的 就是他跟我们大家做好朋友 然后在谈吐当中 他就可以影响到 有哪些影响的 他影响到你 影响到这个高雄 现在的行销的战略 基本上 基本上我们做的直播 还有我们做的 这些美女小编的文章 粉丝团 我们比较好的一些行程 都是他一手打点的 所以他才是真正的 空战的最后的指挥官 你只是在前面 你是那个执行任务 没有没有 我跟他两个分别 有日班跟夜班这样子 日间部跟夜间部 所以你们两个 其实是相辅相成 相辅相成 这个宣传的策略 透过他 也让韩市长更充分的知道 对 你们在执行什么内容 对 那我想请教 今天我们三位在座的来宾 刚让我们的掌声给了 接下来你们觉得 高雄市的宣传 你们自己有没有什么主意 或者你们觉得方向 应该怎么走 我觉得其实高雄 是需要曝光度 只要你能够把曝光度 能力度提升 我觉得对这个城市 都是一个加分 那会不会都是外来的人 而不是高雄人自己 当然这些人跟高雄有渊源 如刚刚盘局长说这样的 那高雄人自己 需不需要一些自己的代言 自己的一些 这里面会在过程中 会不会忽视了高雄人自己的 本身在高雄在地生活的角色 其实高雄它是一个有特色 有文化的城市 可是它并不擅长于对外行销 这一直以来都是南部人的文化 就是我们本身并不擅长 跟别人讲说 我们这边不错 你们来试试看 这个我们并不是南部的文化 所以让他们增加这个能见度来之后 跟在地的乡亲互动也好 然后消费也好 然后有进一步的接触 或是交朋友 我觉得高雄是有能力把观客回流的 李过人你刚才谈到说你有些什么要未来的 你的看法 我刚刚就是接我刚刚没讲完就说 因为因为随着新闻曝光度增加 我们集长这么多点子 这么多议题 那让引导媒体来做这样的报道 那当然对高雄的关注度增加 我就略略是要讲 那是非常明显的差异 那么但是我刚要接着要讲 就是说有人讲 大家都讲一句话 数大招风 数大招风就是比较容易眼红 我们最近也感到这样的情况 就是说小小一个 可能一个小的事情 就会引起媒体的这样一个关注 负面的 我讲负面 前几天有一个我们175摊里面 有一个土托仪跟涨十块钱 就成了全国媒体追踪的 我们都招架不住 就一个摊子 讲十块钱 然后就成为媒体 所以包含各媒体都还叫我 大家在等新闻 对 等新闻 然后就说 我们大家就感受说 就是数大招风那感觉出来 不过我觉得再怎么样 不管是好事坏事 都有新闻都是好事 我跟你讲那个摊商 自己也有压力很大 对 那你先怎么办 将来这种所谓的 可能是小题大作 我无论小题大作 因为每个记者对新闻价值 他各自他不同看 对 其实这是很重要的新闻 对 你们将来你怎么 你既然有担心 那你将来你决定要怎么样呢 我们现在就是建立一个 就是说自己看 透过自己 我们建立一个官网 官网 那跟媒体这边 我们主动会主动发澄清 用这种方式 另外我要谈的是高雄币的事情 其实高雄币并不是 韩市长他的一个政策 但其实他高雄币是在选前 都已经定案了一个计划 我们这两天正在摩前擦场 整个场地场刊 昨天跟各局处已经会刊了现场 因为要应对韩粉 恐怕这个韩粉会引起的这些问题 我们要事先 所以韩粉是一个 其实非常珍贵的一个资源 你如何去把它未来 做一个长期性的一个连结 是 我们现在就是说 第一个当然韩粉来是 我们绝对欢迎 人就带来财 一定的 但是我们也怕说 因为我们的空间或怎么样 或者是说这个议题 是不是会被吸湿掉了 所以你现在觉得 媒体的关注之后 可能更要小心地去 注意每一件事情 会不会变成了本来无事 结果被不当地放大了 我们就担心那天来的时候 你这个韩粉的热情或怎么样 太热情了 你会碰到最热情的韩粉有没有 我跟你讲 韩冰来我们又是买耳环那件事情 那次就吓到了 就吓到了 因为他那时候 那时候还没选择 还没选择 还不是 但十月初 十月初了 那时候 其实很多还不知道 韩冰是谁 但是忽然间我们手机里面 就进来很多的 这个这个信息 或者是一些信息说 韩冰今天晚上要来第二次 他想来买 买逛逛 哇那不得了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从哪里冒出来的 韩粉不需要从哪里冒出来 就吓死我们了 所以我想这个就是说 他带的这个 这个带动的这个气 我觉得正面多于负面 所以我们是期待了 那潘机长 韩冰将来 他现在回加拿大念书企划还在吗 在 还是要回去 对 但是因为他稍微缓一下 因为就是 他现在是一个重要资产 对 基本上我们也会拉他来做 高雄观光的推广 因为基本上他也很好用 因为他人气非常高 因为还准备怎么样的 我讲用途两个字 也不太尊敬 但是你准备怎么去推广 怎么去推广 基本上现在因为 琼瑶阿姨的天作之格 这个电影 是应该要优先参与的 那要等他的剧本出来 我们都非常期待天作之格 因为我觉得琼瑶 真的是一个厉害的小说家 赵梦者跟实践家 你知道他的环珠格格 这个连续剧的小说 只要他在每一个地方播出 收视率都冠军 那他这么久了 重新再创作一个 最新的电影剧本 天作之和 他绝对会非常好看 所以寒冰将来会是主角 他倾向让寒冰演第一女主角 但是寒冰自己本身没有输过表演的训练 所以他是比较谦虚说 他不一定要当女主角 我觉得这高雄市场一场选举 真的改变了太多人 会不会 就变成说 我觉得应该是说 一场成功的选举 他创造了很多的明星 那当然 创造最大的明星 但你刚刚我们顾问谈的树大招风 你有没有担心 这个将来太多的解念 但是只要树的根基在 就不怕做红胎 对 所以也不用太担心 因为你只要是一棵大树 你走得正 然后你根扎得稳 其实风吹雨打也不怕 你现在听到外界的东西 你自己有没有调整 还是 我会调整 就是基本上我们是一个修正主义者 只要有好的建议 比方说代言人还没有完全确定的时候 不要公布 这个我们我们聆听教诲 再来是我们同意由代言人那一方去发布 因为我们的脚步很快的时候 有很多人未必跟得上我们的脚步 所以我们就放慢脚步 跟大家起步走 也没有不好 韩国瑜跟陈其迈的对比性太强烈 所以打从第一天 我就跟韩市长说 我们一定会赢 韩市长 是不是给你一年后的成绩单 他要减 基本上他不会帮我打分数 因为他知道我一定是物操所值 而且他知道我做半年 就比做四年还要来的人 所以他必须要花很多力气 很多力去做这些公共关系 他有没有抱怨 没有抱怨 因为这是欢喜做该学兽 而且他失业十几年 有什么好抱怨 你又有什么对他未来的 你的建议有没有 其实我觉得潘局长很多点子 那其实丢出来有一些 我们接得到 因为东西真的蛮多的 丢出来我们接到的 其实也有创造一些价值 譬如我讲的律子 就是那个爱河摆摊这件事情 那当初就是 就是市长就职的时候 有一个爱河摆摊 就是爱河夜市 然后我们也有去抽签 我们是唯一一家五星级 去抽签的 你排队抽签还是 对对对 排了两个多小时抽到了 120个摊位我们有抽到 那我们真的有去摆 那我们有真的有看到 一天半的时间 人流化成金流的一个围里在 但是我是觉得有一些议题 因为就是可能他的筹备期很短 然后丢出来之后 其实有一些我们也不太清楚 然后也不从去配合 譬如说像乌鱼子 佐久赛 那我们是看到媒体报道之后 才知道已经有这么多家饭店 去报名了 我们居然不知道 所以我们就赶快报名 你点的太多了 不是 其实有一些饭店是这样 我们都是亲自会打电话 给董事长总经理 那他们就会 因为我们新来乍到 而且他们很鼓励 这个城市要有创新的行销 就过去的观光局在高雄 他们其实比较 还是比较像官府衙门 就是我应该是第一个 在三天之内就去认识 所有饭店的高层跟董事长总经理 我先怀疑你 你的人马预算够嘛 我们其实做这些事情 都不用花钱 基本上饭店自己来报名 他们自己出厨师食材 我们只要去找 把公正的评审团找出来 只要花这个钱 但是都是你直接来跟饭店 做第一线的沟通 我先做一次给同仁们看 后续就让其他的同事对接 其实他们见脚步跟上来了吗 有有有 我们现在都会每一天固定 还是跟着你做事太累了 也不会啦 他们就跟我做事比较愉快 因为我是一个 你做民调了吗 没有 对 因为我是一个 如果我们局有做错事 是局长康责任 我举白冰冰那个例子 很多人批评说我们的 他的影片侵权 其实你跟公家机关 做生意做标案 你一定影片 你一定是放弃 著作权跟著作人格权 那但是我们当时 为什么我要出来道歉 是我为了要救白冰冰 因为免于他在烽火之中 那有一些事情是讲不清楚的 因为在这个战场里头 你要拿出白紫黑字的合约 跟别人讲 这些东西其实讲不清楚 你就道歉好了 那白冰冰这件事情 就不会再有什么 你自己有没有一个脚步 比如说是十八个钟头 要出来一件新的事情 没有 其实我是看 我感觉好像你的 我是看日子 我是看日子 比方说一生一世 一生一世这个专案 你要打响 你大概就在十号九号 就要发布 那你比方说 我们要把寿山 新增一个打卡点 寿雨山旗 你就大概在三月 所以我们是有我们的 我们的脚步比较快 但是现在有稍微放慢脚步了 因为放慢脚步 然后让大家从容一点 可以多一点时间 把事情做好 的确高雄的宣传 高雄的行销 看到了气温罕见的 在台湾全省的发酵 当然现在在海外也在发酵 等一下我们继续听听潘军长 他未来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划 当然我们要上我们的主厨推荐 今天我们非常的高兴 欢迎我们的高雄的朋友 来到这边 因此特别我们准备的 都是金光闪闪 带来起气跟财气的 这是金沙虾球 来 请局长辛苦了 谢谢 对对对 宣传一下我们的爱河 爱河灯会金银河 配合金光闪闪 金光闪闪 锐气千条的 霹雳布袋戏做开场 你每天在家里写稿吧 没有没有我是应景嘛 因为你就来一个金沙虾球 我当然要来金光闪闪啊 其实说起来 从选战到现在 你过去也参加过不同的 政治的活动 对 究竟这一次在高雄这个集会 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这个 我觉得其实有三个关键是 韩国瑜胜选 第一是民党执政太久了 第二是民党执政太久 以至于他们忘记什么叫失败 第三是韩国瑜跟陈其迈的 对比性太强烈 所以打从第一天 我就跟韩市长说 我们一定会赢 当时全世界的人 都觉得我是疯子 然后都认为我可能 下围啊 头脑不清楚 但我其实在五六月的时候 我就主张 我在所有的参会 这绝对不是夜郎自带 也不是自吹自擂 而是因为我从两个人的 对比性里头看得出来 在时光的摧残之下 韩国瑜会 枪是老的辣越来越好 陈其迈会被 整个时光的巨轮 碾碎的一皮不拔 然后最后韩国瑜会胜出 你这个强烈的用词 我看市长他不会直接来用的吧 他不会 所以我们轻松的谈笑的时候 来讲这个东西 其实 因为其实现在两边都很好 因为陈其迈也当了 行政院的副院长 让韩国瑜也当选了 所以是共撞双赢的概念 因为如果今天是韩国瑜落选 他不可能去行政院了 对 所以现在这个结果是最好的结果 像这一次来讲 算不算你人生一个 很不一样的一个试炼的机会 对我来说 比较不一样的试炼是 我以前从来打选举 是不会想要进政府机关服务 那这一次为什么 我会想进政府机关服务 是因为 我觉得韩国瑜是一个 真的很不错的老板 他从来对我不啰嗦 我是没有办法忍受老板 他有当初 有没有想跟你谈别的职位 有 What 其实 他在胜选第一天晚上 给我的任务 其实是要我做穷人银行 所以一开始谈的是 高雄银行的位置 那后来应该他怎么回答 没有 后来过了几天以后 我们聊到职务这件事情 我说 如果观光没有找到合适的人 我觉得我可以 对 现在证实你的建议是对的 这我不能自己讲是对的 但是要 我们从每个月的住房率 跟观光成长人口 跟高雄有没有发大财 因为他的竞选的口号 把人带进来 东西卖得出去 可是我们从讲的 其实各位来宾 现在似乎是高雄的 在观光的宣传是一马当先 领的全部的 可是你现在就是 没有看到其他高雄市 其他的局处的新闻 我想可能是媒体自己 太偏重于这个宣传面了 这点你们自己会不会担心 就是高雄市人 他可能外地人很有兴趣 看每天的高雄的观光如何如何 但是对于高雄本身的市政的讯息 有没有被掩盖了 不会 其实我们市政一棒接一棒 观光打投证 这是投证 对 那再来 下一棒 接下来我们的农业局很会卖水果 很会卖农鱼木产品 我们的民政局 我看农业局早上你去当农业局长 因为 农业局长无方明显是点子王 我们市政府有一堆点子王 所以我是初登场 然后我们一棒接一棒 但你们交棒的时间都想好了吗 没有 马上他就登场了 那三月就要去新加坡卖水果了 所以一棒一棒接一棒 对 所以不会只有一颗星星 其实韩国瑜的团队是一屋子的明星 那他自己本人呢 最近出现的 除了拜访这些 似乎他在忙什么 现在每天 我们会尽力地把高雄打造成是一个 吃完乐 然后让你十一住行都具备 引进国际的大型游乐园 所以你来这里有一种 让你迷人的化学变化 几乎让你忘记压力 是一个缓慢的慢动作的城市 可是你在这里得到快乐 很多的承诺 其实实施起来不见得那么容易 比如说迪士尼乐园 那个是可行的东西吗 那个绝对是可行的 韩国瑜的团队是一屋子的明星 那他自己本人呢 最近出现的 除了拜访这些 似乎他在忙什么 现在每天 基本上他做了很多的基础工作 因为他每天有不同的老板 要来见他 又谈一些投资 给一些意见领袖 一堆人想要教他 怎么样做好市政 所以他每一天要疲于奔命的去出席这些活动 然后大家一定 因为现在你有活动 要到韩国瑜就是一种尊容 很多的企业家一定要韩国瑜来才要谈投资 所以他必须要花很多力气 很多力去做这些公共关系 他有没有抱怨 没有抱怨 因为这是欢喜做甘胸兽 而且他失业时几年有什么好抱怨 已经休息够久了 也没有 就是他也很累 我们其实也都建议他不要这么多行程 我们尽量也不要有一些行程 随便就去教他的时间 不过高雄的能见度实在是大幅的攀升 那你们觉得在高雄接下来的 在今年之内高雄最重要的是什么 还是要需要一些具体的一些政策 或者是一些实际的一个执行面 可能可以才可以把这些话题能见度给 比如说具体的面是什么 就像我们有一个很漂亮的工商展览馆 那我觉得应该要多进行一些会展 一些大型的国际会展 让这些大型的国际会展 能够进驻之后来这边办活动 增加一些国际器 增加一些国际器 所以高雄接下来很多场地 这是第一流的 对 我们会办很多国际的会展 演唱会 舞会 各种能够把人潮带进来的活动 我们都会在 国际舞会 对 舞会 一些召集派对 或者是一些电影派对这种 你们之前喜欢的各种舞会 大型国际活动是你们要的 对不对 对 另外就是说 当然了 因为大家这段时间 高雄这样人进来以后 目标都朝向我们六个夜市 六个夜市它是高雄代表夜市 不过坦白讲 我们高雄不是只有六个夜市 高雄五大夜市 加上瑞丰就有六个夜市 那这几个夜市来讲 当然我们希望它能够都好 不是只有六个夜市好 那当然目前这个也需要 还一点时间 因为六个夜市先起来 然后其他夜市 坦白讲也是有很长时间都已经不好过日子 所以大家也都在等 期待说我们是韩市长上来以后 除了六个夜市 我们其他夜市也跟着能够上来 这个是我们的期待 李贤你呢 我觉得观光当然 现在有很多的议题 那不过如果有一些 更长期性的东西出现 应该是比较实际的 第一个像 比较马上看到效果两岸直航 光是小港跟中国的直航 如果未来跟中国这边 不要从桃园进 从小港进 光是这个 我看观光客数量 可能八倍十倍跑不掉 再来第二个就是说 像韩市长提过的 比如说迪士尼乐园争取 其实不是只有迪士尼乐园 环球影城也可以争取 就是说这个不要 我们可以找别的 或是争取的方式 不见得人家出资 我们台湾出企业出资 跟他们合作 也许也是一个方式 他们一个品牌挂进来 台湾企业出资 等于是加盟的概念 韩市长会不会有可能 很多的承诺 其实实施起来 不见得那么容易 比如说迪士尼乐园 这个计划 恐怕是一个很遥远的 迪士尼乐园 其实基本上 它的概念就是 引进国际的大型的游乐园 未必迪士尼 对未必迪士尼 其实环球影城 或者是香港海洋公园 或者是冲绳的海洋公园 有好几个国际品牌 所以不一定要锁定迪士尼 因为不同的公司 它有不同的投资的规格 但我们会尽力的 把高雄打造成是一个 吃完乐 然后让你十一住行都具备 而且高雄有一个特质 高雄最吸引人的是什么 是这个城市你来了 就会放松你的脚步 很缓慢 很慵懒 可是这个城市的人们 充满着热情跟坦率 所以你来这里有一种 让你迷人的化学变化 日本人最喜欢来高雄 就是觉得这个地方 几乎让你忘记压力 是一个缓慢的 慢动作的城市 可是你在这里得到快乐 所以将来你们对 你觉得将来对屏东台南来讲 你觉得是一个带动的影响 会不会把他给压下去了 对我们其实就是帮斗附近的城市 以高雄来讲 我们一定会联合 把墾丁大鹏湾小琉球 抓进来一起包装 就像我们最近在屏东 举办的高台湾灯会三十周年 我们甚至就在开幕 不跟他撞山 我们把灯会变成是南方 三大灯会 有佛光山的平安灯会 爱河灯会跟台湾灯会 然后把整个灯会变成一个月 所以你就可以吸引全世界 跟全亚洲全台湾的人 都来南部玩 那因为屏东其实住房比较少 所以一定会来高雄住房 对所以你也不用去跟屏东 抢人潮 因为最后回流 还是要来高雄玩 对所以就是心胸大一点 客人可以做多一点 韩市长有没有给你 一年后的成绩单 基本上他不会帮我打分数 因为他知道我一定是物超所值 对而且他知道我 我做半年就比做四年还要来的 你确实超有自信 有没有什么当初的观光的 或行销 你们到现在有修正 有我们其实就是以前朝的基础 我们自己定的是两成到三成 我一直在想那个摩天伦 对 需不需要修正一下 真的是那个是可行的东西吗 那个绝对是可行的 但是其实就是说你要去看爱河附近的土质的松软的状态 基本上他这个概念在巴黎的赛纳河是已经被复制成功的 所以摩铁轮那个概念绝对是可行的 那问题就是在于在爱河旁边的产业一条链 我们有很多的咖啡街 有很多的婚纱 然后有很多拍照的地方 有很多文状小物 那你的摩铁轮要摆在哪里 就是你要找一个土地比较坚硬的地方 目前都已经有投资者了 我们最后有一个稍微比较也许跟话题 今天比较离开一点的问题 韩市长的未来你怎么估计他 我觉得他的未来 他的未来不是梦 对 应该是说 对他来讲 其实他很想把高雄做好 把高雄做好之后台湾就会很好 高雄今天经历了一个非常历史性的一个改变 那这个历史性的时机真的不能轻易地放过他 高雄万岁 观光万岁 来 欢迎来高雄玩 对 真的要去高雄看 好 来来来 落地接待 只落地接待而已 对对对 落地接待要报事报信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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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